传闻二 如鹏脸宣温 言语萌萌中有鹏是单恋心如 而在《魔术奇缘》里六度合作的有鹏心如将演绎一场呼功烈烈的爱情 黄珠演的是我哥哥嘛 秦深深呢 他就是一直追我追不到 就两个人没有很认真地谈过恋爱 那这一次算是比较认真地在拍拖 而在戏外两位好朋友自然是无话不说相互照顾 不过两个人都坦言因为太熟不会有恋爱的感觉 我觉得跟比较熟的朋友一起合作 感觉挺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去讨论一些戏 或者是无聊的时候可以互相开开玩笑 或者是烦闷的时候可以吐吐苦水 其实发现大家都成熟了很多 不再像是以前啊 嘻嘻哈哈 笑笑闹闹 这次就是真的大家在演的过程当中 都是很投入的 很认真的 结束了北京的拍摄 近日魔术奇缘剧组仪师青岛开始了海滩戏的制作 看完当天正好赶上了三位主演的落水戏 面对青岛美丽的海滩 他们不仅没有好好享受海景风光 反而吃了不少的苦涛 镜头中正在拍摄的是苏友鹏入水永久林心如的情节 虽然正值炎炎酷暑 可是两位主演一下水就被不时冲刷过来的海浪进了个头 还不时地打着冷战 别看苏友鹏摆足了架势可还是不能得心聚首 两个人顿时在水中笑了场 友鹏更是为了保护心如自己负了伤 因为我从来也没有拍过这种落水的戏 要么就是已经在落水的戏我还真的没有拍过 就常常拍到下雨啊 或者是在水里面练功啊什么的 可是在里面在水要挣扎啊 被人家救啊 这我第一次拍这两部相 友鹏游泳好像很好吧 而且好像低刷老是拍那个救人的戏 对啊对啊 因为下面有很多碎石头 可能场地要迁就 迁就 迁就林小姐吧 真的吗 对 和安琪炫相比 苏友鹏这个魔术师可是半路出家 所以他学的魔术都是容易上手的 那妈妈会不会叫我一直变 他不要再做鱼啦 每次老师教我们一个新的魔术 在第一次看他变的时候还是很新奇很有趣的 那等到自己变的时候才发现啊 哦原来是这样啊 那剩下时间就是要花时间把他练手啊 小师妹林心如就更省心了 有两位师兄挑大梁 他只要专攻套环这一个魔术就行了 那我们就是真的是用铁做的那个铁环 那里面有一些动作是 譬如说我们要把环敲进去的那些啊 那我老是一开始老敲不好 然后就打到我的腿 就满腿都是瘀青 不过变魔术也并不全是他们在西里的主要任务 尤其是苏友鹏 还要把居安这个出生在海边的穷小子 一招出人头地的过程也好 其实大部分我在西里面都是又土又丑的 一个穷人就要有穷人的样子 所以他完全不顾画面的美不美观 会不会伤到大家的眼珠 有个机会可以丢到一些偶像的包袱啊 外在然后真的完全的去变成一个演员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机会 林心如则要牺牲掉淑女风范 他演的小梅是个左右为难的角色 在青梅竹马的安妻炫和一见钟情的苏友鹏之间摇摆 常常试了分寸 这是友鹏和新如第一次在西里爱的死去活来 再加上又是狼有才女有貌 两人假戏真做的绯闻自然就传开了 我觉得很无聊 多少因为演戏你还是会带入真的感情吗 只是这样子的情愫会不会再带到戏完来 我觉得是我们大家都是很专业的演员 要不然每一部戏都陷入那不是很惨 所以不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有人说演员本身就是一出戏 横管戏里戏外都要被人评说 难免会让人凭天气感慨 好吃的 谢谢大家